重亏430亿 巴菲特依然选择加仓西部石油 你敢不敢跟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Mike 今天我们来聊聊 过去三个月时间里面 重亏430亿的巴菲特 所持有的波克希尔基金 我们知道作为传统来说 在西方世界中投资领域的 这个No.1的Combuds 波克希尔以及他的传统的董事长 巴菲特一直是我们投资界里面心中的神 但是呢 根据他们最新发布的财报显示 波克希尔在2022年第二季度 也就是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们持有的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 累计亏损金额达到了437亿美元 那么这个金额实际上是非常惊人的 虽然说这个总数非常的高 但由于波克希尔他们持有的基金的管理的钱 已经超过几千亿了 因此呢 虽然说437亿看上去很大 但是如果折合比例来说的话呢 还没有像我们散户亏的那么重 但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但是呢 和传统散户通常在亏损的时候会选择割肉不同 巴菲特呢 在第二季度 也就是重亏的时候呢 依然选择了坚定的加仓 他看好的某些行业 那么其中 加仓最重的是哪一个呢 就是他一直坚定持有并且连续加仓的美国石油企业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还会继续加仓呢 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他背后的逻辑 我们知道自从2022年 欧乌战争爆发之后呢 像俄罗斯主要的生产的那些原材料 比如说石油 天然气 农产品 都因为受到了西方和欧洲的限制 而导致呢 他们无法出口 那么由于本身俄罗斯生产的这些原材料呢 占据全世界的比例是非常的高 有一些产品甚至于高达了20%到40% 因此这巨大的供应缺口就使得呢 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在战争初期是出现了剧烈上涨 那我们知道石油 这作为所有的生产原料 包括运输的重要成本 一旦石油价格上涨将会导致全世界物价的上涨 同时呢会降低各个国家的GDP 因此当石油价格曾经最高涨到125美元一桶的时候呢 当时美国是非常着急的 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也是上升到了高达8%以上非常惊人的水平 那拜登也是做了他尽可能做到的所有事 包括和美国国内的像雪佛莱啊 像美国的这个标准石油等等 很多美国石油公司的大佬们谈判 让他们增产 同时他还飞去了中东 虽然是非常的打脸啊 因为当时飞去中东之后呢 沙特是明确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到 我们没有额外的产能可以增产 看上去这个非常打脸 实际上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呢 欧佩克组织就在6月底的时候是宣布 将会在8月开始 每天生产额外的几十万桶石油 这是非常的现实的 当时为什么会被打脸 毫无疑问就是条件没有被给足 那么在一个月之后呢 又改口了 这就说明美国和欧佩克组织的桌下协议中的条件 是明显给到了位 所以对方呢 才会立刻改口 确认增产 那么石油价格呢 随着现在这个美国的多方努力 已经从高峰时期的125美元 降低到了现在的87美元附近 降幅是高达了25% 但是 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 虽然从我们每个老百姓手中来说的话呢 每周去加油站加油的这个油价 是降了很多 但是 全世界石油价格的下降 除了呢 这个欧佩克 以及美国国内的增产幅度以外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 产品中的供需两方中的需求方 那么现在全世界中 每年石油需求最大的那些国家是谁呢 主要的是 中国 印度和日本 其中中国是占据着全世界石油需求的number one 也就是说 全世界的投资者认为 中国未来对于石油的需求 对于汽油和柴油的需求 可能 不会像以前预计的那么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 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期望 不像以前 这么高 所以说 虽然我们表面上看上去这个石油价格是下来了 但是其背后 其实很大程度上呢 也预示着 全世界目前对于中国经济 以及对于经济潜在的担忧 那说完石油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两个产品 天然气 我们知道呢 石油和天然气大家有的时候都会混淆 我们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产品 它是香蕉和苹果的差别 天然气并不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 而是本身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能源产品 那么相比较于石油而言的话呢 天然气更加清洁 也就是它燃烧更充分 产生的污染更少 因此它被广泛使用在欧洲那边用于取暖和发电 但现在的问题来了 由于欧洲自己本身是不产天然气的 因此 每次到了冬天之后 欧洲那边都是预靠着之前是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来供暖 那现在俄乌战争一开打之后呢 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欧洲那边 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俄罗斯经常会以维修管道为由 减少或者是中断天然气的输送 那么欧洲那边呢 以北欧和西欧那边为代表 他们也是宁可冬天冻死或者是高价从美国来购买气 也不会再使用俄罗斯的气 但是呢 一到南欧 比如说意大利亚 保加利亚和希腊那些地方 现在的表达的态度呢 又比较模棱两可 又说到呢 我们依然需要时间来过渡 依然还是要在今年冬天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因此 欧盟内部 目前对于俄罗斯天然气在今年冬天要不要用 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个问题会随着北半球的天气越来越冷 而不断加剧 所以说相比于石油价格来说 天然气对于欧洲来说 特别是对于寒冷地区的那些国家来说 那就是生活的必需品 车可以不跑 可以换成电动车 但是呢 家里的暖气是不可能换的 说完了这个天然气之后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农产品 为什么要说到农产品呢 大一个原因就是呢 俄乌战争爆发的地区 本身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他们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品出口大国 特别是乌克兰 是全世界的粮仓 那么现在战争一打的话呢 毫无疑问到今年冬天之前 很有可能都停不下来 也就是说今年俄罗斯和乌克兰 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出口就报废了 或者会大幅减少 包括中国和越南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很多农产品农业大省 以及越南的很多的农业出口的省份 由于今年上半年遭遇到了这个疫情的原因 因此没有办法进行之前顺利的春根 这也会导致亚洲这些地区 出现农业的粮食的短缺 所以那边有战争 这边呢 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对于全世界现在来说的话呢 粮食的缺口将会持续到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未来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之内 刚才我们说到三个产品 石油 天然气 农产品 是我们普通投资者 可能生活中会遇到价格不断上涨的三种因素 但是也是我们投资者 可以利用现在现有的金融工具 来降低我们生活成本的 三个比较好的投资方向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点赞 转发 我是Mac 欢迎收看我们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